国家杂交水稻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海南基地 是袁隆平院士生前在海南工作的地方 今天上午我们的记者荣君来到了这里 追忆元老在这片热土上劳作的身影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记者荣君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现在大家看到在荣君的身后这一大片绿油油的稻田 它就是袁隆平院士曾经工作的地方 在阵阵的稻香当中 我们仿佛依然能够看到那个为了水稻科研忙碌着的身影 在海南整整50年的期间 袁隆平为水稻科研付出了太多太多 从1970年他发现海南的第一株野生不育的水稻品种之后 也成为了它非常有效的实验依据 他认为海南是它的福地和宝地 而这个发现也延续了后续的三系杂交水稻 二系杂交水稻 超级水稻 第三代水稻以及海水稻的科研成果 在整个海南南繁育种期间 袁隆平通过自己不懈的努力和在科研当中的反复钻研 使得他有不断的成果 他也被誉为中国的杂交水稻之父 现在我们可以感受到在这片稻田当中 依然弥漫着丰收的喜悦和气息 而这每一份丰收 每一份喜悦都离不开袁隆平院士的心情付出 我想作为我们年轻的科研人员来讲 首先要练好基本功 练好基本功 我们要不断地加强学习 学习新的知识和技能 还要学习我们像袁老师这些前辈他们的一些优良精神 比如说他们的这个执着的精神 对科学的探索精神 奉献的精神和创新的精神 我们作为年轻的科研人员 我们要好好地把这份事业传选下去 袁老师的梦就是我们所有人的梦 梦在 袁老师就永远生活在我们的心中 梦想永远它是不会熄灭的 永远是传选下去的